下面我们邀请到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到节目 给我们带来深入的报道 欢迎魏芝 你好 是 魏芝我看到你最近的一个报道 是涉及到一家中国的快时尚网购平台 那么在上个月就是五月的时候呢 这一家中国电商是打败了全球最大的购物网站亚马逊 成为了全球当日下载量最多的手机购物应用程序 而与此同时呢 这家电商也是面临着多个商标 还有知识产权侵权的诉讼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好吗 好的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公司呢 叫SHEIN 就是S-H-E-I-N 它是在2008年的时候成立于江苏南京 属于南京领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是中国最大的快时尚一站式商店 快时尚指的就是把当季服装设计 以最便宜的生产成本快速上到商店 那SHEIN成立以来呢 以廉价多变的女装席卷了欧美的多个国家 每天都有几千种的新款式上架 许多商品的价格甚至不到包括Zera和H&M 在内的其他品牌类似商品的一半 那不同于其他的快时尚品牌 来利用门店和公共广告的这个宣传形式 那SHEIN的形式是非常低调的 很少看到它在媒体上推广造势 那该公司的一则这个招聘广告当中就提到说 那SHEIN目前在南京 广州 深圳 佛山 碧乌 美国 比利时 迪拜和马尼拉等地呢 都设有分支机构 并且国内员工的规模已经超过了五千人 而它的业务覆盖了全球的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会员数是超过了五千万 那整体的营业额是过百亿人民币 那这个广告还提到在SHEIN在2017年和2018年的时候 是和阿里和华为等一同入选了 全球最具知名度的中国品牌榜的前50枪 那根据移动应用数据分析公司Sensor Tower的数据呢 SHEIN今年5月是在Apple应用商店和Google Play Store 在全世界有1400多万的手机下载量 那根据另外一个美国数据提供商的数据 SHEIN上个月是有超过3000万的有机浏览量 那其中在美国的有机浏览量是最高为890万 那美国某个数码营销机构的一位 不太愿意透露姓名的分析人士告诉我们 如果再包括来自Google广告 脸书 电子邮件宣传等其他的来源的话 那么SHEIN的实际浏览量会更大 我还采访到了一位法学教授 他是卡尔·劳斯蒂利亚拉 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这个国际法和知识产权的教授 他说SHEIN的成功呢是在于 他能够有效地将消费者引到他的手机应用上去 这正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方式 那SHEIN依靠这个社媒上 特别是TikTok上网红开箱分享和带货 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 那SHEIN还将TikTok手机用户的这个视频 转发到自己的官网上 而且鼓励更多的消费者将买家秀 分享到这个TikTok上 以获得关注和点赞 劳斯蒂利亚拉就说呢 SHEIN还有很强的数据处理能力 能将收集来的大量的数据 快速地生成新的设计 并且推出人们可能喜欢的商品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当时的说法 SHEIN is growing so fast in part because it's very good at almost anticipating what the consumers want and it does that because it has this incredible ability to take in all kinds of data from its app as well as its website about what people are looking at what they're clicking on what they're buying and then feed it back into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lmost immediately and that's a really dramatic shift from the past for the fashion world which used to operate on long time scales and putting fashion on the runway and then months or years later showing up in stores this is obviously not runway level fashion but they're doing it so quickly that it's really astonishing and that's part of what gives them such a competitive edge and why they're in the news 那另外呢 那位不具名的分析人士也说 SHEIN其实还是抓准了 这个美国商家 没能反足的 对超大号女装的需求 填补了市场的空白 主持人 对 我一直另外想请教 就是说呢 他们这个上面的这些 这个品牌 就是他们自己设计的 但现在好像也受到了一些 知名商标 来控告他们有侵权 这样子的嫌疑 各位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方面的情况 对 是这个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呢 马丁靴品牌 Doc Martins 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马丁靴的原创品牌 它所属的公司 正在起诉SHEIN 说是SHEIN网站上面 陈列的这个马丁靴 还有其他的 20多种靴子的样式 跟Doc Martins的商品 是极其相似的 而且售价比正品便宜了 非常多 说销售假冒产品的 意图是明确 这个公司呢 同时还起诉了SHEIN的 姐妹公司 Rumway 说Rumway不仅是 直接抄袭了 Doc Martins 正品的这个靴子的 商标设计 而且呢 还使用了Doc Martins 正品靴的照片 诱导顾客购买假货 那这次其实也不是SHEIN 第一次面临这样的侵权诉讼了 那我们看到在2018年的时候 牛仔裤品牌Levis 起诉了SHEIN 说SHEIN是复制了Levis 这个牛仔裤的后代上的缝合图案 这个案件最后是 以保密和解的方式结束了 那另外还有一些小众的 独立设计师呢 也是对SHEIN提出了 维权的诉讼 那我们是通过了 脸书和推特等 多种方式联系了SHEIN 同时也是联系了 对SHEIN提起过诉讼 和正在提起诉讼的一些公司 和一些独立设计师 那么他们在 在我们结稿之前 是没有给我们发送任何的答复的 那我们刚才采访到了 这个法学教授呢 就说Doc Martins的公司 起诉SHEIN的案件 很可能最后也是以 屏外和解的方式来告终 那他说 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公司呢 SHEIN被告 这个侵犯知识产权 他其实并不感到惊讶 那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Chinese companies certainly have the reputation and I think deservedly so for engaging in a fair bit of copying and at times straight out counterfeiting this has been a big concern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s well as many other governments for years going back you know really for many years and so what Xi'in doe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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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dissimilar to what other Chinese companies have done and there's a number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sputes going on right now and have gone on for years around that I think what's different about Xi'in there's a number of things but one is it's huge scale it's incredibly successful very popular here in the US and elsewhere and two it's very fast moving Xi'in puts out new designs at a rapid clip and a lot of that is driven by its amazing data processes but in doing that inevitably you're going to create scope for potential conflicts and again whether those lawsuits are valid or not valid some will be wrong that 刚才提到的 那位不具名的 分析人士也说 如果说是 美国公司 对其他公司 进行了这个商标 或者是知识产权的侵权 受害公司 其实是可以 以销售假冒商品 为由 来要求美国政府 将这个公司的网站 关闭 但是由于 Xi'in是在中国运营 那么美国公司 就很难要求 中国政府 将这个网站 关闭 那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政府 所能做到的 就是设置限制 让人们很难 在美国 登陆试验的平台 但是这种做法 并不能够阻止 其他的国家的消费者 登陆试验的平台 主持人 因为这就像你刚才说的 Xi'in这家公司 它非常注重 通过一些独创的 或者创新性的 这样的一些营销模式 来扩大市场 来吸引消费者 但另外一方面 它本身的产品 又涉及侵权的问题 所以究竟它在 这个消费者当中的 口碑怎么样 其实呢 那Xi'in的这个知名度 也不光是完全 于依赖于消费者 对它的喜爱 那么我们是采访到了 这个位于丹麦的 一个消费者评论网站 叫Trustpilot 在Trustpilot上面呢 Xi'in是有 33,500多条评论 其中53% 评论是 这个一星 或者是两星的 这个评论 也就是很糟 或者不好的评论 那么这个网站的负责人 是告诉我 他们在2021年4月 也就是两个月之前 进行了一项调查 是发现了 这个大多数负面的评论 其实是抱怨 运输时间长 衣服尺寸 颜色是错误的 而且是有些人没有 就是收到了一些 他们根本没有订购的东西 那一些消费者 就在网站上面说呢 说实验的东西 其实能买到好的东西的时候不多 而且是非常随机的这个现象 那比如说很多的衬衫 是四四方方的 而且特别短 还说呢 短裤的腿特别的肥 然后说材质非常的差 那然后还提到说 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消费者 他是这样说 他说唯一的好处 是可以免费退货 因为你会退掉 这个这里买的大部分的商品 那还有就是试验的员工 曾经在Trustpilot网站上面 发布对试验的虚假五星好评 试图来弥补这个负面评价 对品牌带来的消极的影响 那因此是被Trustpilot网站 发出了警告 那我们也看到网站 就是包括YouTube也好 包括TikTok 还有Instagram上面 也有很多的网红就是分享了自己的开箱视频 然后也是在当中批评了 试验的这个商品的面料差呀 做工粗还有有异味这样的情况 那有一个是 对有一个YouTube博主呢 就在自己的这个视频当中就说 说一件衣服可能只需要10美元 但是你100美元去买10件衣服 然后只留一两件 剩下的都扔掉或者是退掉 你觉得这样值得吗 是没错 这可能也是说出了很多的消费者的心声 非常感谢未知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 也期待今后你带来更多的分享 谢谢未知